他有少少華俠的概念 咖啡也有蒙古底國也好 你說元朝也好,南北向西的意思 航空公司用這個名字就表示中橫天下 是啊,他有這個意思 所以如果見國有用,用咖啡也好過在中國 會嚇壞人 對老歐洲人或學中國學問的人會害怕 打到你這樣 這些不同的名字,但你發覺是很吊解的地方 其實不太敢用中國這個字,對外人 你想想他當時,例如毛澤東 1949年他打敗了國安黨 見國用什麼名字呢 英文的名字沒有用中國這個名字 他用了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起碼揹起中國這個前提 用這個前提,尋問 雲卿你會否覺得是因為C和Z這個字 排名有少少吃虧 對,C經常變成… 即是英文的排名 即是英文的排名 漢語拼音之後又不知改甚麼 我看一個假設性問題 但如果今天談得這麼好 你對芝拿這麼抗拒 那你中華民國國夠不夠膽 將自己的名字改成 如果有政體的變化 中國 這個比較難一點 因為通常 將那個名字由人家說的 例如緬甸、Burma 那些改成Miyama 那些名字 通常是第三世界很小的國家 很想將一些歧視性的名字 總之也不是歧視 有時他們要按照某個地方的謊言 然後代替整個族群區的名字 例如Hong Kong 用香港島一個小漁村 真是一個香港仔的小漁村 要代替整個香港島的九龍 這是一些建立了國家的人 是不喜歡的 於是便改名字 但以China 或者其他語言的讀法 這個是很久的名字 就很無謂改 如果改的時候 變成新興國家 或者是甚麼鬼山卡 被人打來打去的邊疆民族 還是中共不敢改呢? 其實不單止名字 那個國歌呢 他們現在之前 其實中共建國之後 都出現過很長時間 就說想改了那個國歌 不用義勇軍 你到今時間其實是不適用的 其實完全不適用的 簡單來說是不適用的 那個內容完全不適用 抗日歌 然後歌詞和曲 都是不適用的 所以 但沒有辦法被迫用的 現在 我想陳雲自己有一個解釋 是可以用到在這裏的 因為中共到現在的政體 其實都是革命政權 很多東西還處於革命的思維期間 你見譬如說 這個反革命罪要很進來才改 是 取消變成叛國罪 對國罪都很難開口 對他們來說 我想 譬如說 國號的更迪 其實他們要將整個革命政體的思維 將它揚起了才能夠做到 不過即使如此 我也同志陳雲剛才說 他們不夠膽 將這個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那天 中國這兩個字 不夠用 我想即使 將來時有一個民主中國 華夏邦聯好 China Chinese那字都是難改的 很難拼音用華夏 都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我反過來 我跟兩位議員去補菲 我說 如果你覺得芝拿這麼侮辱 你自己改革的名字叫中國 看你敢不敢 他們應該沒有這樣的學識 不是 其實是不敢做 不敢做 如果他們聰明 應該可以用一些德文、法文 或者其他的康調來讀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就能夠過關 如果他們真的想扮小學生 說了 又不形象 就這樣 但他們可惜 就不懂得其他歐洲語言 只要用英文來說 一定是不可以 英文的CHINA 是不可以讀成China 我自己做 我是做小學生 我又侮辱一下你 剛才陳雲剛才說 China 我講了 我講了 為何我沒事呢 因為我在這個節目講 我不是在其他場合講 網台主持 又不是議員 又不是官員 又不是法庭組織的主席 這是深水埗的口音 對 深水埗的口音 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省 所以他提到他叫做The Netherlands 這些問題 其實你要屬於各個地方的文化背景 你才可以說 但始終涉及到中國問題 事實上是太多東西糾纏在裡面 我們要釐清或者避免一些所謂政治不正確的問題 我們首先要熟讀歷史 這個亦引證陳雲剛才說的問題 即使建國我們不可以揚氣整個華夏文化 原因很簡單 就是你可不可以得罪十多億人 不可以的 因為真的是鄰國 假設有一個香港民族的觀念 或者民族建國也好 香港建國也好 香港建國也好 甚麼建國也好 一旦當鄰國或羅惠喬以北 是一個國家 就更加不應該隨意去侮辱他 甚至他的國旗也要當鄰邦來尊重 尊重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旗 就好像尊重一個荷蘭國的國旗一樣 一旦這樣的時候 他反而會害怕你的 你不會燒他 不會拯答他 不會侮辱他 說這是鄰國國家的國旗 就知道死了 你不知道變成了甚麼人 剛才陳文說的 極度政治不正確 因為你當鄰國 這樣就說明他的心聲 他現在說明他的心聲 你不能拯救他 他現在說明那個是鄰國 我的觀念入面 其實是一個未成形 或者未明然的邦聯關係 他其實大家都是一個 未明然的邦聯關係入面的成員國 所以可以木輪 對 他是隔離的國家 我們從今天開始 就是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及其國民之尊嚴 其目的為木輪 友好 以前英國政府都是這樣 那這個可不可以寫在那個政綱裡面 可以 可以 可能參選都應該會過關 應該過關 他不可以否定 否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外的國際關係會受到影響 所以整個香港建國國體 其實始終都是那句 要以亞洲區及世界國際關係之框架 作為基本中心 這句可不可以寫到正光道 可以寫到共產黨非常開心 為什麼是共產黨的語言來的 哈哈哈哈 好 我們第一次見窗 第二次就回來 天啊 他能力來看 各種阿姨 他能力來看 真的嗎